美国年轻人放弃购买房屋梦想 负担能力危机使美国梦破灭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美国有线新闻网CNN 2024年2月3日评论文章 负担能力危机正在让美国年轻人放弃购买房屋的梦想 首先呢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 工业时代的美国梦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知道所谓的美国梦恰恰是你拥有一个大耗子 你拥有一个大别野 小汽车宠物猫狗 一家四口感恩节的火机 加上55岁的财务自由 如今这个美国梦 因为所谓的负担能力危机 正在遭受严重的威胁 那这里有人问了什么是负担能力危机 这个东西该怎么定义和理解 直白的说就是我的工资不能够支付我的账单 每个月的房租食品汽车保险加上其他事项 在工资的额外需要透支信用卡或者小额贷款 这样一个情况 当一个人的工资负担不起他的账单的时候 那么这个整体的效应 这个整体的社会现象就是负担能力危机 现在这个危机正在美国年轻人当中蔓延 而且越来越严重 根据美国有线新闻网 美国人正在经历着美国最艰难的住房市场 这一代人当中的很多年轻人 拥有一套房子的典型梦想正在破灭 啥意思 因为负担能力危机 美国年轻人已经放弃了购买房屋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我们知道我们在美国在加拿大生活的人都明白 房屋是中产的象征 同时也是一个人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投资之一 一般情况下30岁开始首付房贷 供养25年之后 55岁实现财富自由 这是一个理想的假设 但是现在这个假设几乎已经不可能了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 根据报道是这样说的 由于美国的利率提升 也就是美联储加息引发的利率提升 直接影响到的就是房屋抵押贷款的利息 去年秋天这个数字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 虽然之后呢有一些下降 但是房价依旧在上涨 使得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呢 根本没有办法负担 我们知道啊 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在美国 首先一点是什么 他要有足够的存款 才能有效的进行首付 为什么 因为他不可能从银行带到大量的款项 因为他自己这个信用记录呢 还非常非常的差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没有跟银行借贷的这么一个关系 使得让他的信用记录呢往上提升 这就是美国年轻人的困境 另外呢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可观的 美国的老一代 也就是婴儿潮一代 二战之后出生的那一批 依旧呢 不想与他们的大耗子说再见 这使得房屋市场的供应越来越紧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我们知道啊 在美国和加拿大 至少上一代人 到老年的时候 就把年轻时候的大别野呢 就卖掉了 自己住进老人公寓 剩下的钱呢 拿出去周游世界啊 拿出去玩啊 就干这种事 这是上一代人 这一代人呢 也就是婴儿潮 婴儿潮步入老年的时候 他不这么想 他这一代人更多的 把房屋真的当投资款项了 很多的土地留在手里增值 也不愿意往外卖出去 这样一来 对需要购买房屋的年轻一代 是非常非常不利的 再就是租房市场 现在美国的情况是什么呢 高房价使得一半以上的租客 付不起房租 那付不起房租 他不得到大街道上睡吗 不用 美国有政策 美国的政策呢 把房租呢 依旧冻结在2019年之前 使得这些人通过政策 才能勉强的有房子住 那这个东西呢 我们知道 他不能长久啊 那这个不能长久的情况 那以后肯定会点爆这个危机 所以呢 租客市场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也是负担能力危机的一部分 如果你把你的工资 在美国 在加拿大 一半以上的工资 都付了房租的话 那么你不可能有任何存款 当你不可能有任何存款的时候 情况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因此呢 美国有线新闻网呢 特别专访了几个人 来说明这个问题 这几个例子呢 都非常非常的鲜明 第一个小故事 是讲一个生存是首要任务 而不是首富 甚至要孩子的 这么一个人的说法 这是一位35岁的中年女性 生活在旧金山湾区的普通美国人 这个人大学毕业之后 一直给一家出版公司工作 现在年收入76000美元 年收入76000美元 在美国已经相当高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大学毕业生来说 这个已经很可观了 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问题啊 你别忘了他在哪生活 他在加州的旧金山湾区啊 这个地方76000美元一年 那基本就是困难户啊 所以呢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他根本没有能力购买房屋啊 原因是除了支付账单之外 所剩无几 而且呢 这个文章还说了 他还有9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没有还清 这个故事说实在的太现实了 学生贷款是这一代美国年轻人的枷锁 他们人生当中额外的税务 很多人到了50多岁 学生贷款还没有还完 这怎么去购买房屋呢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还不是美国教育的产业化吗 当美国教育的产业化资本化了之后 就是这个结果啊 学费一点一点的上涨 然后呢 想读到大学的人就不得不去支付这些费用 那你要是不去读大学呢 你立刻会被市场淘汰 所以你必须要去读大学 然后才能有一个像样的工作 但是你有一个像样的工作 你整个走的这个过程 你需要申请大量的学生贷款 一个普通的美国大学毕业生 到最后毕业的时候 四年到五年里 他可能会积累20万美元的学生贷款 而这些学生贷款 很有可能会伴随这个人一生 就是这么惨 现在美国的问题是这个 学生贷款的总债务 已经超过了加拿大的产值 这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不难看出 学生贷款的欠债 是制约年轻人买房子的原因之一 对于这位生活在旧金山湾区的 普通美国人来说 35岁没有房屋 没有孩子 没有存款 月光族巨额的学生贷款 是这一代美国人的真实写照 美国政府虽然出台了 一个支持年轻人购买房屋的政策 把原本需要支付总价值6%的首付下降到了3.5% 但是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也是不可能达到的 这个现象不仅在美国的弯曲而是普遍的现象 也就是说整个的所谓的负担能力危机正在年轻人当中铺开广泛的蔓延已经威胁到了美国年轻人的基本生活了 那有人说了美国这个经济增长都增长到哪里去了 难道增长到粪坑里了吗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文章接着说 面对负担能力危机 一些美国人要么在家里啃老 要么选择离开美国 离开美国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 那是什么字呢 就是润 应润尽润 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照样可行的 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样子了 这里边有一个例子 一位来自蒙大拿州的年轻人说 他在读完工商管理硕士之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住在家里啃老 这是一个切实的现象 另一位现年37岁的一家五口 因为负担不起 打算今年就搬到墨西哥去 这个人从小出生在墨西哥 小时候来到美国并且入籍 如今因为无法负担费用 被迫离开美国 文章接着说 现在能缓解住房危机 以及负担能力危机的最佳途径 就是美联储降息 比如现在30年房贷合同 年利率在6.5% 哪怕明年后年降到5%也是可以的嘛 文章作者还建议不要扎堆在好的地角 一般的地方也可以 大城市不行 小城市也可以 很明显呢 这位作者说话不嫌腰疼 为什么这么说呢 美国的年轻人为什么扎堆大城市 因为大城市有机会 大城市有工作呀 你让这些年轻人一个个都回到乡下 他们能有工作吗 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 去那等死干什么 你别忘了美国乡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到处震痛药泛滥 到处经济凋敝 这些地方你还想去吗 你去了什么都没有 养成了一身恶习 到时候你也身上成天吃震痛片的话 那么你可要失去工作能力 这是真实的写照 所以这位作者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最后他还有一点建议 这点建议这么说的 说这些年轻人买不到房子应该等待 把剩余的闲钱投资股票 我说这个建议真是疯了 为什么在股市大跌的时候 你可以建议有闲钱的人进仓 但是美国的股市现在在最高点 这个时候进场你找死啊 这个问题就很明显了 美国的专家 美国的作者 根本不知道美国年轻人需要什么 有人问这篇文章你怎么看 其实这篇文章所讲的问题 负担能力危机 由来已久了 而且早在疫情前就开始了 只是疫情期间将整个系统扰乱之后 使他变得更加的恶劣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2018年在肯塔基 在西弗吉尼亚 在俄克拉和马三州 发生了教师罢工 为什么发生教师罢工啊 青年的教师他负担不起账单啊 这些地方经济凋敝 根本付不起那么多工资 使得这些学校发生了什么事 比如说一本书 这本书这个课本是三十年前的 三十年前的课本 现在依旧使用 而且呢 学生们是两个人看一本书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学校已经破败到 没有课桌椅 没有课桌椅怎么办 把垃圾桶倒过来 坐在顶上 学生的用纸 没有纸 怎么办 用铅笔写一遍 然后再用圆珠笔写 这都些什么玩意儿啊 而且这些地方 尤其像肯塔基和西弗吉尼亚 这些地方的年轻教师 每天要做三份工作 白天教课 下午开网约车 然后呢 周末去餐厅里打工 才能勉强的糊口 那这就是美国乡下 美国这些穷乡避壤 真实的写照啊 只不过现在这个问题 蔓延到了大城市 在大城市里愈演愈烈 才使得美国有线新闻网 进行广泛的关注 所以负担问题 不仅是在大城市 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有啊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分配问题啊 之前我们知道 在里根时代呢 有一个东西叫捐低经济学 什么叫捐低经济学呢 你放任资本家随意的发展 随意的扩张 然后资本家是善良的 他们善良 所以呢 他会把自己的余额 分享给底下的人 这就叫捐低经济学 但是我们发现什么 经过了几十年 捐低经济学 基本是失败的啊 有钱人被放任了之后 没有所谓的外溢效应 他们把资本都留住了 咱这么说 这个捐低经济学 跟斯大林时期的 社会主义农业学说 是如出一辙的 什么叫社会主义农业学说呢 就是这个人 他认为地理的庄稼在成长的时候 会互相帮助 然后呢 形成一个社会主义团体 形成一个公社 然后呢 共同的成长 你说这东西叫什么东西 它符合实际吗 捐低经济学 跟这个东西是一样的 一样的不靠谱 这个捐低经济学 加上新自由主义 后冷战三十年 罗斯福时期继承下来的分配制度 已经荡然无存了 取而代之的是什么呢 严重的两极分化 以及财富向有钱人集中 最后的直接效果 就是美国经济虽然增长了 但是通胀等弊端 都被普通人吃下了 就是这么直接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 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